弟兄姐妹早安 平安 感谢神 我们虽然现在还是在家居抗议的时期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网上一同崇拜 让我们一先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这个是主日 我们还可以同心的到主的面前敬拜你 一起做这个敬拜的事奉 愿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我们在一起都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 因为你要这样的人敬拜你 我们要祷告封耶稣基督得圣的名而求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暴风雨中的倚靠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很多人在家居的时间是有一些忧虑 有一些很感觉很闷了 很不舒服了这样子 因为好像在家已经是大半年了 还不能出去 但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在暴风雨里面 有些人都 但是在暴风雨里面我们想怎么办呢 有些人又害怕说 哎呀 很快我们就有选举了 也听到人家说的选举之后呢 可能有暴乱了 这个都很紧张了 好像我们要面对这个暴风雨 但是当你在暴风雨的里面呢 你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有什么倚靠呢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题目 大家还记得在这个 大家还记得这个耶稣跟门徒有一个晚上 是从加巴农坐船到这个嘎赖森那个地方 在哪里他们遇到暴风雨 所以这个是在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那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是遇到黄景的风暴嘛 在过海的时候 过加利利海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风暴 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在人生里面有没有遇到这个风暴呢 那当然在大资亚里面的我们也见到不同的风暴了 就是说这个现在你说在美国很多台风呢 在东岸很多台风呢 在美国有很多山火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景象人体的风暴 那在动物界里面呢 我们也看出出错有一些是瘟疫啦 你说什么流感啦 那些什么是你说从动物这个远来的一些病毒啦 那些是动物界出的一些风暴 这个是病啦 但人类自己本身人与人之间人体的悲局啦 好像战争啦那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风暴 那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在我们生活不协调 也可人体这个我们缓解 人体我们的在人生里面的风暴 比如说你因为生活不协调 你有殖病啦 生病啦 甚至有些是癌症啦 都是生活不协调啦 什么你说这个肤射啦 那些那些都是风暴了 那另外人生的风暴 特别是在事业上失败了 你生意失败了 事业啦 家庭风暴 家变啦 那些都是生活不协调 那里引起了风暴 那我们我在我们人生的际遇里面呢 我们有很多的情况是是是怎么样呢 我们人生的好像说有人说在沧海双田的事情很难预料的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是吧 今天可能还是一帆风信的这个这个蓝天白云的 但是突然的到明天突然就很可能遇到很大的风暴 这是很难预料的事情了 那我们看看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 在白天的时候耶稣就在 在讲道嘛 他面临很群众啊 几千万人啊 一万人啊 他在对着群众讲道 那个是耶稣讲到杀种的比喻了 那杀种的比喻 大家都还记得嘛 耶稣说杀种呢 有种子杀在不同的田地里面 比如说也杀在这个鹿旁了 鹿旁了就就就就好像都飞鸟来就把这个种子拿去了 这个种子就不能成长了 那在鹿旁意思好像就是我们叫听到嘛 讲到要是你听到尽量也听到 你说哎呀我星期天我就听到了 听了听不听都无所谓了 听啊好听就听听要不然的话就算了 听了就忘记了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你的你的道 神的道就没有在你心里面你没有好好的种下去 你只是左耳一进去右耳朵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是这样子那那当然 要是你要是你留心听到的话呢 也就叫到呢 就另外比如说又另外一种的种子的落在这个好像前途里面前途里面就说你听了到以后你感觉哎呀还得到还不错啊 很好很好啊 我要想想了但是你听到以后你没有去行道你没有去扎根的话呢 你这个前途很快你的你的种子又没有了 那另外就是大家还记得要是你的道是在这个这个经济里面呢 你就是说不错你听了这道你很喜欢你说哎呀这个道对我很好 我要做出来但是环境你很多逼迫了很多压迫了你说我行不出来了你就给这个环境不好的环境呢就压住了这样子呢 你就行不出来 最后就要是种子杀在好土上 可以结实八倍 这意思就是说叫你听了这个道好好的藏在心里面呃 昼夜的思想看看要听到行道最后呢 有些接触很多国子来这接触八倍的国子来是三十倍的六十倍一八倍啊 就说你可是你的生活接触很多不同的国子了 那熟灵的国子了就是呃九种国子大家都知道了那另外就是说啊 那你也可以带人信主了所以你说这种子杀在好土上到底我们心田是怎么样 我们听了道以后到底这个道是不是很快给飞鸟拉去呢还是给经济压住呢就这样子 我们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是要看看我们听到是是怎么样要留心的听到 而且听了以后要行道才可以要八倍的这个结出来 那个都是这个是白天耶稣是对群众呢就是呃几万人讲的这个你大家就要你看这个圣经知道马可福音耶稣要呃在在海边的时候很多人听他要坐一个船出去的人就在个岸边来来听很多人听 那这个是耶稣对群众的一个侍奉但是呢到啊这个日间呢到晚上啊就是那在晚上呢耶稣都不是从不是对群众侍奉呢 他这是对一个人啊的侍奉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是来拯救世人嘛啊我们整个教会都是耶稣来拯救 但是耶稣随了关心我们的群众以外呢还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想一想那耶稣那个时候呢到晚上呢啊他都他要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侍奉呢啊他要对一个人啊他要帮助一个人一个人就是那个避鬼父大家知道这是在嘎来生对对面那个人就到到晚上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耶稣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加巴农里里面传到是很多人的几千几万人 但是耶稣知道在这个很远的地方就在加利利海的对面的在这个嘎拉圣那个地方那那个地方呢是很荒凉的是没有是没有没有人的啊只是坟墓坟长的当然那个时候有些这个有些犹太人呢他养住了那些我们的这个不讲的都是这只是有一个人啊在有需要的这个人就是避鬼父的那耶稣就为了这一个人 他白天讲到讲到讲到很累了他还要坐船到过加利利海去就是找这个人是要帮助这个人啊你看耶稣是这样子的 所以要是你你你人生里面有什么风暴了你说你有什么这个不愉悦的事情你说哎呀这是小事情呢神这么伟大怎么样有时间来顾念我呢你不要这样想 耶稣都是你每一个人他都很很顾念的很爱的所以耶稣就为了这一个人这个这个人的需要他都到过这个海这个加利利海去我们看看看看他到底耶稣的到海都到底有事有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让我们再看看这个这个这个圣经里面讲那好所以圣经讲当哪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到到那边去那你知道那天晚上白天耶稣已经讲到讲得很累了他晚上他是要要要到那边去那 那所以耶稣的释奉的招点就是群众的释奉赚到个人的释奉我们看看那他为什么要多海呢刚才我是讲过的他为了释放被鬼附那个人呢在嘎拉森一个人被鬼附耶稣就跟门徒一起到过加利海就是为了这个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人呢那大家知道门徒呢经历着啊就白天门徒也很忙了在帮助这个耶稣 在讲撒种的比喻这个很多人听了到晚上所以门徒也说啊我们上船了从这个加班农到过这个嘎拉森去了在晚上就过海那大家知道在门徒里面呢有些渔夫嘛好像彼得了安德烈了啊你说雅各的约翰了啊他们都是渔夫嘛在在在船上在海上的生活习惯了他们都是呃 训练有数的他们出去打雨白有时白天打雨有时晚上打雨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了网上在床上到加利利海去这个是成长的事啊所以他们没有完全没有什么想到什么困难呢他们训练有数的渔夫嘛那但是呢大家知道中国人有句话说天有不辞着风云人有弹着祸复 所以他们他们本来在船上要渡过海的时候还是拼请风平量浪静嘛所以过海是没有问题但是当这天晚上不一样了他们这个他们的船从这加班农出发到加利利海中间的时候呢突然呢那天晚上呢加利利海上就突然风云变尸了 就是有很大的风暴来到那么看看他们怎么处理这个风暴嘛那这风暴有很大的呃遗害的我看看因为你要是你在有有风暴要是你是在这个呃平地还在在家里面还好啊要是你在外面已经不得了了风暴你在在在在街头还是不得了但特别在海上啊到底呃有什么危险呢你们看看这里那所以你看看 在这个马可福音的四站的三十七间那个门徒的船呢就是在这个呃在加利利海那特然呢他说的风浪就打进了船里面船都满了水那当然你要要是有风打风有下雨这还可以啦你船你要有水进来你就把它水就就泼出在船外嘛但是要是你风暴的风暴的海里的水打进船里面 这个就不一样啦因为要是很多海水打进船里面船都很快就满了水的那天是这样子那到底你说船满的水又怎么样船满的水很危险的因为要是这水太多了这个水满的水的时候船就沉下去的船沉下去又怎么样你说船沉下去的时候人就被淹死的你在海里面 这个是有人说哎呀他们是游泡啊他们可以游泡啊你要是你游泡的话你在平常你在海里面游泡还可以啦但是在大风暴里面要是你说那二十次三十次这么高的你你你懂游泡也没用啊所以要是在这个风暴里面你在海里面这个船沉了跟着呢人在水里面就被淹死了你懂游泡也没用 所以我说在暴风雨里面海中呢一懂游泡也没用了意思一定被淹死那这是很危险的事实事件呢你在船里面穿满了水了你知道要是不行的话这船都沉下去沉下去你就被淹死了所以这个很危险了当然我这个是我讲门徒了但是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当然我们 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在大风暴里面正是在大海里面正是在船里面的船沉这个机会不大 但是在在在人生的风暴里面我们常常遇见的要是我们在遇见人生的风暴的时候要是你处理不不不稳当的话你就被淹死 你说人生风暴里面就就被人生的风暴都淹没就有这个危险那要是那 那门徒他们是面对海上的风暴他们怎么处理我们看看他们等一会看他们处理 那我就问你呢要是你跟我面临这个风暴不是海上的风暴这个机会不多 是在你人生里面遇到大风暴你怎么处理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我现在我们先看看门徒怎么样怎么样处理 但是要知道那耶稣跟门徒在船里面 有风暴来耶稣是在船里面吗 所以耶稣是跟门徒一同一同度过这个风暴的 有什么事情传什么发生耶稣在船里面 那同样的在要是你面临到人生的风暴耶稣跟你一同度过的风暴的不是你自己去度过人生风暴是耶稣跟你一起来度过的 那我们看看门徒门徒面对我们的风暴的时候呢耶稣在船上 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耶稣在船上做什么呢他在传美整着枕头在睡觉 那大家知道耶稣当然耶稣白天讲道讲这个杀种的比喻 讲了整天面对几千几万人嘛所以很累了 所以在晚上坐船的时候耶稣要睡觉 他也知道到了哥拉圣的时候他还有事情做嘛 所以他在船睡觉睡着了 他讲的很特别他在传美在传美睡觉 为什么耶稣在传美睡觉呢 为什么不带船头呢我们看看牧羊人 我们大家知道牧羊人带羊 牧羊人是常常走在船头的嘛 是吧他讲船头就要带领羊嘛 羊在跟着后面嘛大家可以看图片都看见耶稣 在带领羊群啊羊群在那后面 为什么呢因为要是羊群面临这个危险的时候呢 你说豺狼啊网兽是从前面来的 要前面来他要当羊要吃羊的时候 耶稣在前面就挡住就保护羊群 他在前头最先面临这个危险了 把帮助那好 但是耶稣现在睡觉他不在船头睡觉 他在船尾睡觉 为什么睡觉不在船头睡觉呢 在船尾睡觉呢 那我问大家个问题 一条船要是一条船沉的时候 到底哪一部分先沉 大家有没有意见你想想 这个船要沉了当然船尘不会整个船这样下去 一定是要不然船头先沉也船尾先沉 要是你说我不知道啊 要是你不知道呢你就想一想 那大家知道有一套电影很出名的 是贴德尼船嘛 这个泰天尼这个船尘嘛 这个泰德尼船啊 这个泰德尼船啊 他们很多广告的 要是你看广告的时候呢 你看见那个船是沉了一半 船头就还在水面 船尾就到水里面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要是你问这个海上航行的人 你说要是一条船沉的时候 到底是船头先沉还是船尾先沉呢 他们到底一定是船尾先沉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一定是船尾先沉 那耶稣他找 在三一开始找到船尾睡觉 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意思的好像说 好要是个船沉的话呢 我先被淹死啊 你们要是船还没有完成 你们外压船沉的 你们都爬到船头去 我在船尾睡觉 所以要是死我先死 所以耶稣就挡在 门徒的危险的前面 这个是在 他好像牧羊人 从来不会说 哎羊你出去就去 我在我在你们的 安全的后面走 都不会这样子嘛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啊 当我们面临人生风暴的时候 耶稣是走在我们前头 在风暴的前头 这里风暴旋程的时候 耶稣也是在这个 这个风暴的前头嘛 就旋转的后面 就旋转的这样子了 那所以我就问大家了 旋程哪一部分先程 当然是旋尾先程了 那好 我们先看好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先看看 门徒怎么样处理这个风暴 那门徒处理这个风暴呢 他们是不是说 他们是不是一有 一有风暴的去找耶稣呢 他说不是啊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人生的风暴 那好 他们说 他们对耶稣说 我们上病了 你不过吗 所以对耶稣说 哎呀 我们上病了 现在你不过吗 那他们在什么时候 他们在命围到淡职才教醒耶稣 在这个船 很多船水打进窗 他们都没有教醒耶稣 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经验来处理了 这彼得说 哎呀 我知道啊 怎么处理哪一个人啊 这个约翰你去把这个这个这个船的帆下来啊安德利你去拿掌这个坨啊怎么样啊这个约翰你去用水桶把这水泼出去啊这是用就用自己的方法来做 所以在风暴开始的时候 他们没有唤醒耶稣啊 当海水进船的时候 哇 你说这个水打进船里面 他们也没有教醒耶稣啊 他们说我们来处理 因为我们有经验 耶稣他是 他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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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是木匠吗 他们怎么处理 他们没有啊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处理 那弟兄怎么 我们也是一样 在你人生里面 你不会每一天每时每刻的去跟耶稣祷告去看耶稣怎么带领你 你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嘛 我们是蛮有经验的 我做我用我的经验做这个做那个 好 除了一点危险 无 没所谓 我经验充足 很丰富 又用自己的经验做做 做到什么时间啊 那你看看 做到什么时间啊 看门徒怎么样了 门徒一直做到要旋程的时候 那个时候水进去 最后才去耶稣 那因为有人感觉呢 他说神太忙 有个有个人告诉我说 哎呀 神又创造这个宇宙了 这么多事情要处理 我这所遂的事情 神有哪有时间处理啊 这个是我自己 我自己去处理好了 不是这么大事情吗 个人事情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们感觉 随非你要死 你说哎呀不得了 你才去找耶稣 人家所遂是你不去找他的 门徒也是这样子嘛 好 当什么时候找耶稣了 上病了 不得了了 就去找耶稣 耶稣 我们上病了 你不过吗 耶稣说 我要哪受不顾 你们不来找我吗 你现在才来找我 我们再看看这个事情了 我看看耶稣怎么样 怎么处理这个风暴 那在命违一线的时候 才去求主解救 那弟兄姐妹 我知道我们都会 连令人生风暴的 迟早都会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 能处理这个事情呢 我们应当 常常的到神面前 无论做什么 看看神的带领了 不要说 哎呀这是琐碎小事 神没时间处理 就一直自己弄弄弄到 不得了了 命为担之下 哎呀神来救我 不要这样做 我们看这个门徒是这样子 那好 我们上命了 你不顾摸 所以这个是 他们对耶稣说 那耶稣醒来 你看耶稣醒来很多 耶稣怎么样醒来 耶稣醒来没有说 彼得你做这个 约翰你这样子 雅各你怎么样 你们是渔夫吗 你去把水泼出去 拿什么 耶稣没有 当你面临风浪的时候 耶稣没有跟他们讲 耶稣是吃着风海 耶稣就面对着风浪 不是面对人 他说他没有面对 他怎么样 耶稣对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你看看耶稣怎么样 帮助我们处理人生的风暴 耶稣就面对你的风暴 就吩咐着风暴 大家知道 他讲了两个字 住了吧 这个是对风讲的 静了吧 是对海讲的 那大家知道风 当然他耶稣一讲的时候 他吩咐着风要住 吩咐着海要静 那你看看这个是怎么样回事 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时候 风就止住 大大平静 那这个 这个风是怎么样讲呢 这个原文好像这样子的 就是说他一讲的时候 那风本来你说风是吹一百二十里的 他耶稣一讲风出了 马上没有风 完全零 没有没有零 完全平了 海 你说进了把大大平静的时候 海水本来是 这浪是二十次三十次的 耶稣说进了把这海 马上没有没有一个浪 是波平于尽 完全没有 那这个很特别了 你说这个是跟大自然的情况不一样 要是你风暴来的 要风暴来的时候 可以很自然来的 但是止住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个风 比如说是一百二十里的 慢慢就减到一百里 也减到八十里 六十里了 六十里这样风的风力了 最少都要一个时期 一个小时慢慢才下去 但是耶稣这样讲 风你说 就住了把这马上 从一百里的风 变成当然没有风 为什么呢 大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原来这个风 是有天使管理的 在你看圣经 在起书里面要讲 起书里面有讲的 神是吩咐天使 掌管风的天使 可能东风一个天使 南风的天使 所以要是有风的话 是这个天使 是吹着风出来 那当然天使是神的 是福音的灵 耶稣是主人 所以耶稣说 风不要吹 这个风马上停止吹 就没有风了 那海 也是这个海 是神唱着 所以海也是听神的吩咐 所以这没有浪 就马上没有了 那这个是大自然的事情 你知道因为耶稣是 创造天地的 要是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怎么样讲 这是万物执着他造的 所以创造这个宇宙 是耶稣创造 通过耶稣创造 所以这个你说的风 海这个大自然是他创造 他是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 当然他可以付风万语 是他创造的 所以耶稣这样平静风浪 所以大自然也要听他的命令 所以大家都明白 那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 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 神创造我们 创造我们的大自然 也创造我们的环境 耶稣是掌管我们生命的 也是掌管我们环境 所以他是环境 所以他可以吩咐我们的环境 所以要是你在人生风暴的时候 你去找神的话 神可以为你平静 但是我看最好是不要到命为一旦之手 最好是我上命也不顾摸 那个时候就去找他 所以大家要听到他的命令 那找倚靠 我说门徒在海上风暴的时候 最好他找到他倚靠 本来一开始他们没有 是靠自己的经验 但是最后要命上的时候 他们哎呀我们找倚靠 找到耶稣 所以也说成为他们风暴里面的倚靠 那在我们人生风暴里面 你是倚靠什么呢 比如说你说哎呀 我现在做事情 我有职业 我说倚靠我的老板 政治可以倚靠吗 要是人生风暴的时候 你老板可能保你不住啊 为什么老板保你不住 你说我的公司 我是最好的支援 我的老板常常侵占我的 是我的最好的支援 他一定可以保护我 他是我的靠山 真的吗 要是公司倒闭你怎么办 要是公司倒闭的时候 你老板也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不能了 在我们人生里面 你要找到倚靠 谁是倚靠呢 那我们知道 加利利海报是突然而起的 在地理环境来讲 加利利是一个盘地 四面都是山 其实巴黎是一个湖 是一个内海 所以风暴一来就马上出来的 我们人生的风暴也是可以随时特然发生的 这是我们常常说 今天不知明天是什么 你现在不知明天发生 你特然有风暴 你怎么样怎么样特然而知怎么样办啊 那比如说好像说病毒了 瘟疫这次也是马 突然来的嘛 你去年前年你有没有想到 你要在家里面不能出去半年以上 会不会想到 当然不会了 你说这个不会的 你说一定会 但是当这个瘟疫 这个COVID-19一来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问题 马上就不能出门了 经济困难 我们怎么样知道 在这个COVID-19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人要失业了 我们可能有人生意失败了 你是不知道的 这个是这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依靠 到底你跟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人生风暴的依靠 那门徒最后他学到的功课 在海上大风暴的时候 他们找到耶稣 耶稣成为他们的依靠 但是在我们人生里面 在我们人生风暴里面 你有没有找到依靠呢 那我告诉你 耶稣可以为你跟为我来平静 这个人生的风暴的 所以你不要紧张 我刚才不是说吗 我每个人人生都有 都可能有风暴 但是呢 这个风暴呢 耶稣是可以 为那 耶稣当年为门徒 平静了海上的风浪 今天 耶稣同样可以为你 更为我平静人生的风暴 只要你去找他 耶稣成为门徒 海上风暴的依靠 今天我们面临人生风暴 可能现在可能这样来 耶稣也可以成为 你在人生风暴的里面的依靠 你要不要找他 要不要依靠他 让我们一层地都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你不但从天上到地上 为我们的罪定在时 这样死了 叫我们 你的宝静洗尽我们的罪 叫我们应信称日 叫我们有天 可以回到天家 在新耶路撒冷里面 在升天升地里面 与你在一起 我们感谢你 但是随着这个以外 我们现在 先不要讲天家 现在我们先讲 在地上的家 我们在人生里面 在地上过 还活着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面临 一些风暴 人生风暴 你也帮助我们 你也成为我们的依靠 所以我们今生 来生就得福 不但来生有福气 今生也有福气 因为我们有一个 很稳固的依靠 一个很坚固的磐石 成为我们的后台 成为我们的山寨 成为我们的被难所 我们感谢你 愿意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都能 到你面前里面 能够心安理得的 无论我们人生 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 很安然的度过 因为你是跟我们一起走 是在我们身边 一生里面 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感谢你 也成为我们的依靠的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额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今天呢 就是这个新唱主日了 我们要一起播饼 要纪念祝 好 我们等 我们要一起唱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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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带我们部首歌的歌的歌述 新唱一首歌的歌迷 他们要一起唱一首歌的歌述 感谢耶稣的蓝天 使人面相应见 我心相信我口承认 耶稣为我受害 此后福我被接生天 不久命又再来 十字家生出流血 十字简罪无益 从身不开十方生命 使人生最有益 我心相信我口承认 耶稣为我受害 此后福我被接生天 不久命又再来 我尽来付诸地演习 其地面中为我受益 我必反对灵手祝福 使我生命仿佛 我心相信我口承认 耶稣为我受害 耶稣为我受害 此后福我被接生天 不久命又再来 我们综合再一次 我心相信我口承认 耶稣为我受害 此后福我被接生天 不久又再来 好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一起这个波笔 就是手信唱一种纪念柱 因为这个是主对我们的吩咐 要我们这样做 要纪念他 我们先念一段经文 很熟的经文 是在哥伦多前书 第十一章 我们就先看 第二十三节开始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 为要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我用 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悦 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 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了要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个饼 喝这个杯 是表明主的死 直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了主的身体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叉 然后吃这个饼 喝这个杯 因为人吃喝越不分辨 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跟着主的吩咐去纪念他 去饼跟杯去纪念他 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先拿起杯来 拿起饼来 大家都拿起来 我们就为这个饼祝谢了 做一个祷告 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 他是为我们死 他的身体剥开 是为了我们而死 所以当我们一同吃这个饼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纪念主 一起来纪念他在实战为我们死 为我们 我们可以因为他的死 我们就可以得生 我们就一起 大家在用这个饼 我们就来纪念他 好 我们一起 就凭着一个贡敬的心 就用这个饼 那最后跟着呢 耶稣就是讲那个杯 所以他这里又讲到这个杯 我们喝这个杯 是特别在这哥伦多前书就说 这个杯 是代表的主的血嘛 是为我们立的心悦 为什么是这个杯是心悦呢 到底 主的血 是用来为我们立的心悦的 什么叫心悦呢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呢 有旧悦圣经跟心悦圣经 旧悦圣经是神跟人 利悦 利悦就是说 你是我的子民 我是你的神 我有诫命给你们 要是你们遵从我的诫命去做呢 我就祝福你 我就赏赐你 要是你违反了我的律法 不遵循我的律法呢 我就要侵罚你 就是你要 这样子 这个是神跟人利的约 所以呢 但是人因为我们是罪人 很难遵守神的约 所以我们常常犯罪 所以耶稣来他说 我现在给你立一个新约 这新约就是说 要是你们遵行神的旨意 去做 去行 遵行神的律法 去生活的话呢 神就祝福你 赏赐你 但是要是你犯了罪 犯了律法 神就侵罚耶稣 哎 很特别了 我们犯 我们做得好 神想赐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犯罪 神就去侵罚耶稣 不侵罚我们 这个是新约 他说用这个学 跟我们利益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罪的公价是死 月不留学 罪之后都不得赦免 所以要是我们犯罪的话 我们应当受处复 这要留学的 但是耶稣为我们留的这个学 就当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就要思想到 这个是耶稣的学 是为我们而留的 这个这个学就是说 就是说 侵罚的 因为要不是留学 罪都不得赦免 所以我们犯罪 神就侵罚耶稣 弟兄姐妹 所以大家试想一下 你每一次犯罪 耶稣 神就侵罚耶稣一次 每一次你犯罪 神就侵罚耶稣 这个新的月 怎么侵罚耶稣呢 就是就为你在实际上死 就是用这个学 为你立的 因为月不留学 罪就不得赦免 好 当我们一起用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就思想 要感谢神 这就是神 感谢耶稣基督 我们是罪人 常常犯罪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宝学 就为我们赎罪 好 让我们一种用这个杯 好 我们一种地图祷告 主耶稣 我感谢你 因为我犯罪 你的宝学 替我输罪 你死在世上流血 主要就是 用你的血 来洗净我们的罪 感谢你 赞美 愿你的宝学 洗净我们的罪 也让我们 能过着 神要我们所过的 圣经的生活 我们将祷告感恩 是奉耶稣基督得生 我们的预求 阿们 阿们